哈喽,我是乐乐,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哇,到海边咯! 这里有好多大扫把! 那里有人在海上,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潜水哦! 潜水?他们想去海里找谁? 找海龟吗? 海里面住着很多生物呢! 走,我们去基隆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认识认识! 快走吧! 谁?是谁的肚子在叫?有人没吃早餐吗? 这是海洋的声音! 奇怪,海的声音不是耍耍耍吗? 乐乐说的刷刷声是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 我们现在听见像肚子饿的咕噜声,是海里面的声音哦! 海里还有别的声音吗? 当然有呀! 乐乐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海里不仅有各式各样的声音,白天的海跟晚上的海也有不同的模样 我知道! 白天有阳光,晚上没有阳光,海里也会变得黑黑暗暗的 海洋和陆地上一样,不仅白天黑夜影像不同,不同的气候也会让海底看起来不一样呢! 透过及时监控时景,我们能看见基隆朝近园区海底的及时影像,也就是海里现在的样子 我看看哦,现在是白天,鱼儿游来游去 姐姐你看,海里住着好多蓝蓝的鱼 这是霓虹雀雕 不止鱼儿住附近,海洋里的生物大多数都住在能照到阳光的范围 两百公尺,那是多深? 一层楼是2.5公尺,两百公尺差不多有八十层楼那么高哦 在这个深度以内,除了住着鱼类,也有虾,海龟,或者像是珊瑚等海中生物 超过两百公尺的地方,阳光照不到,海中生物也会比较少 对了,姐姐,你知道海有多深吗? 这个嘛,海和山长得很像 高高低低,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海洋平均深度是八千公尺 乐乐常去的游泳池,深度是七十公分 也就是零点七公尺 因此海洋平均深度是泳池的一万倍 一万倍?不行不行,这样根本踩不到底 当然踩不到底啦 乐乐知道吗?地球上最深的海沟是玛里亚纳海沟 如果我们把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放进海沟内 就连最高的山也无法填平最深的海沟呢 居然比山还要高 我也想去看看到底有多深 我可以去海里旅行吗? 乐乐知道去海里旅行可以怎么去吗? 嗯,我可以学潜水 啊,我还能搭潜水艇 没错,搭成潜水艇就能到深海去 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阳光照不到,那里不就什么都看不见 是啊,深海区无论白天晚上都黑漆漆的 居民也比较少 不过还是有生物选择住在这里 我看到了,这是什么鱼? 嘿嘿嘿,它怎么自己带灯出满 这是灯笼鱼 它们的头上就像提着灯笼一样有一盏灯 灯笼鱼有光就能看清楚了 深海鱼对光线都很敏感 像这样的光线会吸引小鱼、小虾或是其他生物靠近 灯笼鱼就利用这个方法捕食吃东西 灯笼鱼好聪明 乐乐知道吗? 我们人类也会利用光线捕鱼 夜间出海时会在渔船上挂着灯 用来吸引渔群聚集 鱼儿都靠过来了 大丰收大丰收 对了,姐姐 我去海边玩水时 有发现海水喝起来咸咸的 是有人把盐巴倒进海里吗? 海水是咸的 是因为海水含有盐的成分 也就是钠 每一公斤海水 大约含有35公克的盐哦 这里有好多白色的盐 如果我们把地球上的海晒干 里面的盐就有这么多哦 嘿嘿嘿 这样就不用买盐巴了 不过原来鱼可以住在咸咸的海水里 它们不会觉得很咸吗? 海水鱼用腮呼吸 它们的身体可以将盐分排出 那这里的水也是海水咯 没错 如果想养海水鱼 就必须要用海水才可以 啊,姐姐你看 这里有鱼在笑 嗨,乐乐你好 我是微笑哄鱼 哄鱼你好呀 你很喜欢笑吗? 是我的上扬嘴角 让我看起来一直在笑啦 不过乐乐看到像眼睛的地方 其实是我的呼吸孔 我真正的眼睛长在另外一边 乐乐你快看另外一边 我的同伴在准备吃饭了 哇,这个鱼杆好高 连上面都有 那里有人在喂鱿鱼吃东西 我发现鱿鱼吃饭是有吸的耶 这样不会吃太快嘛 啊,鲨鱼也要吃饭了 潜水员好勇敢 居然不怕鲨鱼 哈喽,你好呀 咦,这个潜水员在做什么 鱼缸需要清洁 你看,潜水员正在擦玻璃 清理干净后 游客才看得清楚鱼缸里的鱼儿在游泳 鱼缸那么大,一定要清很久 它们实在太辛苦了 我们不要打扰它打扫 继续往前走吧 姐姐,你看 这里的鱼缸有长树 这是珊瑚哦 乐乐,你猜猜看 珊瑚是动物还是植物 一,动物 二,植物 三,化石 我猜,珊瑚是植物 因为珊瑚长得像树 嗯,是吗 答案是一 珊瑚是动物哦 珊瑚是动物 珊瑚其实是很多只珊瑚虫组成的 珊瑚虫不只有不同的颜色与样貌 仔细看看会发现 珊瑚的触手正在不停地开河 正在抓捕海中浮游生物 它们正在吃东西哦 真的耶 它们的触手一直动来动去 珊瑚吃饭好方便哦 啊,谁 是谁在浴缸里大便 没礼貌 我才不是大便 我是黑海森啦 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认错了 我们是住在珊瑚区的青道夫 我们会整天不停地吃进珊瑚沙 再将干净的沙排出来 帮助珊瑚区的环境净化 说到清洁 我也很有一套的呀 我会帮忙鱼类清理口中或表面的寄生虫 还有我们 我们也是珊瑚区的居民 我们小丑鱼和珊瑚与海森都是好邻居 会彼此帮忙 海森的触手有毒 但我们小丑鱼不怕毒素 平时我们躲在海森里保护自己的安全 为了感谢海森 我们就会帮忙清理海森身上的脏东西 偶尔也会带食物跟海森分享 你会和海森分享食物 海森也需要吃东西吗 小朋友 你知道海森是动物还是植物吗 一 动物 二 植物 三 化石 你会分海森一起吃东西 不知道了 海森跟小丑鱼一样都是动物 没错 海森外表像植物 实际上确实又是新动物哦 它们会用带毒液的触手 补取食物进食 哎 这里也有海森 它们也住在这里 海森是一种极皮动物 全世界的海森有1600种 它们不只会生活在温暖水域 连寒带甚至极地的海水里都能发现海星的身影 原来海星不是猩猩 那海马会是马吗 海马不是马 海马是属于海龙科的一种小型鱼类 你看 它们游泳的样子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真的耶 海马在水里上下左右移动 看起来像在跳芭蕾 哇 这里好漂亮 是谁那么没功德心 怎么在水里丢垃圾 我来把它捞起来 乐乐等等 这是水母 水母是一种无脊椎动物 水母会飘来飘去 远远看有点像乐乐说的塑胶垃圾 虽然像垃圾 但乐乐可别随便捞水母哦 水母的触手有毒刺会中毒 严重的话甚至会丧命的 哦 那么危险 那我要离远一点 没错 静静地欣赏就好 仔细看才发现 虽然都叫水母 但它们长相都不一样 有的像香菇 还有小蘑菇 对了姐姐 你说水母游泳是飘来飘去 海马游泳像跳芭蕾舞 我还知道鱼会向前游 那虾子又是怎么在水里移动的呢 我们来实际观察看看 虾子居然会在海底走路 还会用它的小脚滑水向前 啊 这些浴缸里的水是不是太热了 这些虾子都红红的被煮熟了 我要赶快跟工作人员说 乐乐不是啦 这些虾原本就红通通 并不是被煮熟的关系 因为这虾子很漂亮 还会特别养在家里欣赏 所以它们又被叫做观赏虾 找找看你能找到几只虾子吧 一 二 三 还有一只躲在里面 小鱼虾躲在珊瑚礁缝中最安全 这样就不怕被大鱼吃掉了 珊瑚真是好人 会保护小鱼虾的安全 而且我发现珊瑚好多颜色 但这里好像没有白色珊瑚 健康的珊瑚就有各种美丽的颜色 要是珊瑚生病了 就会褪色 白化 生病 珊瑚为什么生病呢 吃药会好吗 地球暖化不只让天气变热 海水的水温也变高 珊瑚受不了高温就会生病 人类为了防晒会涂防晒乳碗水 但防晒乳的成分在水中溶解 都是使珊瑚生病的原因 防晒乳居然会让珊瑚生病 这怎么可以 我以后都不要涂防晒乳了 为了珊瑚不能白化 乐乐可以变哦妈妈 乐乐 只要选择有海洋友善标签认证的防晒产品 就不用变得哦妈妈 有认证的防晒乳 成分比较安全 不会让珊瑚生病 不过海洋环境真的很需要大家维护 有机会到海边去玩 垃圾一定要随手捡食 不乱丢 才不会害海里的生物生病 没错 啊 基隆海科馆好大 根本逛不完 乐乐还记得 今天认识了哪些海中生物吗 我记得海星不是星 海马不是马 原来海葵和珊瑚都是动物 我还知道海底世界好生好生 深海里的灯笼鱼会利用头上的光吸引小鱼虾 人类也学会用这种方式捕鱼 水母不能乱摸 可能会中毒 有些虾子本来就是红色的 并不是被煮熟的关系 海里生物好多好多 我还想多认识一点 我要当乐乐船长 出海捕鱼 小朋友 你愿意跟我一起到海上探险吗 你最喜欢什么鱼呢 记得写信 记得乐乐信箱跟我说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 喜欢小行星 现在乐乐TV有专属的优惠哦 订阅小行星杂志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我们的故事 可以到资讯栏看更多资讯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